而彭武吉的渔船在金门附近的海域 进入到中国大陆的内水 才被大陆海景扣人扣船 今天基隆的渔船到钓鱼台附近的海域 越过了这日本海景的执法线1.5里外进行作业 结果呢其实也被日方登船检查 把人跟船都压走了 而这起事件呢一样的最主要原因 都是越界捕鱼的问题 索性今天呢日方表示 只要缴交600万元的日币 大约是台币121万元就同意放人 而船都呢他们也表示 会把这个费用直接汇进 他们所指定的福岡的账户 而现在根据了解呢 缴完罚款之后 他们预计还是要继续作业 捕鱼不能停 7月16号才会回到台湾 基隆依照渔船越界日本的经济海域 清城船长和轮机长 还有六名印尼籍船员 遭到带走调查 到了下午有了新进展 急忙交代就马上挂电话 要赶紧汇款救人 5号凌晨一点多 基隆一艘扶羊266渔船 在彭加与东北发288里 被日本海上保安厅 路而岛管区的公务船登检扣流 这艘渔船在6月25号 从基隆八斗子出港作业 船上有两名台籍船长 轮机长 还有六名印尼籍员工 因为越界捕鱼被带回日本调查 最后协商已罚款 600万06千日元 大约是121万7千人的台币处理 但过程中一度还因为 汇款上线限制汇不出去 因为渔船一趟邮费 就要80万元 现在又正值于讯期 要把握时间继续捕鱼作业 船暂时要等到月中才会返航 其实在2008年时 我国海钓船联合号 进入到钓鱼台海域作业时 就与日方发生冲突过 也因为我国与日本的经济海域有重叠 后续签订台日渔业协议 协商出暂定执法线 这次事件就是 抚养266号超过执法线 1.5里以外 这个很难说 因为我们这个没看到 不知道 很无奈的啦 渔民表示海水不停流动 有时不经意就过界并非故意 若真的有发生类似情况 也大多是以缴纳罚款为主 只是远洋海上作业相当不易 还是得要多加小心谨慎 TVBS新闻流行回蓝亭 基隆采访报道 不过根据日方的经纬度的资料 从经纬度来判定确实就是在执法线的1.5里外 所以呢其实越界的方式是非常非常明确的 而其实呢我国跟日本的经济渔场向来有重叠 所以呢其实台日就有协定是按照这个经纬度来制定双方的执法线的 所以这个问题现在显得有些尴尬 而有经验的渔船 船长或渔夫 他们大部分呢都是会透过这个GPS 或者是经纬度来定位 避免会受罚 而现在呢屡屡传出这个海上的近限制水域 渔民们屡屡越界 似乎应该也要加强宣导 又有渔民被中国大陆海警骚扰 5号接近中午 澎湖渔民在木斗宇西北32海里 接近海峡中线作业 结果被中国大陆海警跟肩 甚至广播驱赶 海巡台中舰就在渔船附近 但渔民抱怨 海巡人员不仅没出面跟大陆海警对抗 反而要求我国渔船离开 海巡公布画面澄清 有成功阻挡海警干扰 劝渔船先离开 是避免发生冲突 不代表对大陆海警让步 就怕大陆海警找借口登船扣押 目前木斗宇作业渔船陆续返航避风投 不过这几天渔船接二连三出事 先是大进满88号被大陆扣押 基隆级渔船扶杨266 又疑似进入日本领海 遭日本公务船取缔 海洋没划线 到底该如何知道有没有越界呢 这就是导航 渔船导航就靠这个圆形仪器 另外电脑荧幕呈现的是经纬度 输入要去的地点就会出现红线 抵达时会发出警示音 不过卫星导航无法知道有没有越界 得靠船长评经验注意周边海域不要太靠近大陆 这位船长的萤幕充满密密麻麻的红点 渔民会评经验知道哪里渔货较多自行做记号 渔民呼吁政府该印就要印 不然以后没地方捕鱼恐怕影响渔民生计 TV别新闻 陈正在澎湖的采访报道 而这回呢 我们澎湖的渔民是在金门附近海域 已经进入到大陆的内水管制限制水域 结果被扣人扣传 而这回是在钓鱼岛盘边 已经跳出了这所谓的日本的执法的这个警戒线 所以也被扣人扣传缴罚单了事 但是您知道吗 其实呢 钓鱼台周边的海域 本来都是日方扣留我方渔船的热点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经济海域重叠 这里的渔种丰富 因为是黑潮的行津之地 而且呢 这附近有很多的 有价值型的渔货产量高 但这里主权的问题 钓鱼台的问题 这历史性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 还有经济海域重叠 所以呢 渔民在这作业的时候 有的时候无所适从 就不小心越界了 从04年到05年就有7艘的苏澳渔船被扣 而通常都是叫交罚金了事来作为处理的 而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我们在2013年签署了台日的渔业协议过后 当年呢就只有一起被扣船 但是到了2000年呢 新林坡236号呢 也是被巡逻界来缺离撞离 当时还引起很大的关注 认为我国的海疆或是我国的渔民被日本方面这样对待 是否应该积极跟日方进行磋商争取渔民的权益 维护我国的尊严呢 而与此同时呢 我们带您看到其实现在呢 为什么渔船他们要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捕鱼呢 因为呢台湾虽然四面环海 但是我们的海洋资源正在枯竭当中 最主要的原因全球暖化气候污染重重的原因加跌 要找到真的有很多鱼的鱼场 就要往外航行 而出海的成果如果不够理想的话 刚刚新闻当中我们也看到 这个船长都会透过雷达定位 来转换鱼场来试试手气 所以呢通常一般来说 经验老道的这个船长都会透过卫星定位 来确保自己不会越界 不会涉及其他国家的这个海浆的领域 同时呢有的时候也有一些意外 像是潮汐涨幅或增强的时候 一个小时呢 渔船的位置其实会飘离的 飘离三到四海里 这个时候就在危险边缘了 那么苏澳的渔会总干事也表示 日本规定我们越界捕鱼最高罚300万 这个风险呢是高于收益的 所以还是苦劝渔民朋友们 出外捕鱼的时候多多留意 免得开开心心的要出门捕鱼 结果是领了罚单回来得不偿失 而其实我们带观众朋友持续关注到的是 总统赖琴德上任之后呢 他在520就职典礼上的两国论述 也就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但是现在陆委会秋璇正强调 两岸关系就是两岸关系 重申两岸关系立场一贯 似乎就在反驳赖总统的就职演说 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秋璇正说两岸关系就是两岸关系 你觉得也不一样吗 当时被解读是新两国论 就连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也跟喊 两岸实质就是两个国家 行政院长卓荣泰也踩稳立场 只是秋璇正四号强调避开 赖总统被指引两国互不隶属的用语 论调拉回两岸就让在野批评 难道是赖政府再玩两面手法 这样其实是打梁文杰一个很大的耳光 秋璇正他身为主官 是要比较务实的面对未来两岸之间的困境跟交流 你如果初一十五不一样 造成了非常多的问题 又没有办法好好的解决 在那个意识形态的名词上 转来转去转来转去 韩话赖清德讲清楚 直路委会急踩刹车 或许也是因为四号中午 澎湖急于船圣员福八号 在公海上补小馆 被上到被大陆海警船驱离 甚至有人透过通讯设备 听到陆方出言恐吓 台湾警船你们不要命了吗 还敢过来啊 我是听到我朋友这样讲 大陆海警船动作频频 让渔民越来越担心 对陆论述是两国还是两岸 恐怕最直接影响的 就是百姓生命财产 TV生线我路上佩佳台湾报道 不过两岸关系 有其历史的情节 还有主权的争议 现在悬而未决 而且呢其实对岸也从来没有放弃 要武力来攻打台湾 或者是武力统一 所以过去国防部呢 在采购的时候 都尽量杜绝红色供应链 但是观众朋友 您看到这行车记录器 这其实是国民党立委 许巧新加码爆料 很多国军或是将军的公务车 他们使用的行车记录器 疑似是大陆贴牌的品牌 这难道不会有国安问题吗 行车记录器普及 现在基本上是每台车的标配 不过立委 许巧新就爆料 有国军将领的公务车 使用的行车记录器是中国制 我们很多将军的座车 目前的这个行车系录器 也是made in China 国民党立委许巧新质疑 中央喊话不是电子设备 都要去红化吗 怎么国防部自家采购的 有疑似贴牌状况 而部分行车记录器有GPS功能 可能外泄行踪外 好一点的机型还能连接手机 直接把画面传上网进营区 如果我们按规定关机 拍到什么都有机会流出去 台湾做的 其实现在真的很少了 大部分都是大陆欧宴做好 然后台湾铁牌 确实现在商品要全部去红化 不只数量少 价格也相对高 很多台厂撑不下去 要么伯利多销 要么进零件台湾组装 索格罗斯就能标榜台湾制 这些早已都是公开秘密 至少都要三十千起跳 价杀大部分都差两三千以上 我没有遇过客人说 他一定要不要买中国自动工 工家机关采购才会 对此国防部表示 使用行车记录器设备 都按照通信器材管理要点 申请及管制 国际现在已经对各单位安装的行车记录器 实施一个全面的调查 那么如果查获有大陆品牌的设备 会立即停止使用 那么防渡资安的下期 民众党立委黄国昌爆料的 光变逆变器路由器也是中国制 国防部后续紧急彻查 你有点明到 有被抓到 他们才承认 军备局已经完成了清查 立刻把这些违约品拆除 并且停止运转 依照相关企业的规定 来去做惩罚 政府要求去红化 国军除了招标要求外 为了验收恐怕得把 能拆的都拆开来看 里面是否有任何零件 Made in China 军备局的领域存在于台北上的 而在基隆的公民团体 也忙着要拆量行动 这就是山海的 这个公民团体的召集人 已经募集到第二阶段 4万多份的联署书 送到了基隆市的选委会进行审查 不过国民党智库的副执行长林涛 PO出了一个民进党基隆市议长的 童子伟的庆生一片 说他跟着公民团体的 发起者的妈妈过从生命 一项又一项联署书从卡车搬下来 公民团体罢免基隆市长谢国梁近两个月 5号正式将4万3000份联署书送交 基隆市选委会 我们手上还是有几千份的份数 可以去做底部 不过蓝营之一4万3000份当中 有许多假联署 罢免是否成案还得等市选委会查队评段 已规定市选委会收件后 应该在40天内完成查队连署人名册 但中选会发公文 要求提前30天内完成审查 这是否让市选委会觉得被施压 确实这个天数对基隆市选委会 造成许多的压力 中选会强调依法查队无差别待遇 而看看若罢免成案第三阶段投票 按照2022年基隆市长选举人数 推估罢免门槛 同一票要达原选举人数 总数四分之一以上 也就是76,979票 但确切数字还得等中选会公布 无论罢免团体或是民进党 如何进行政治操作 相信基隆人最关心基隆的发展 不只是否质疑罢免成政治操作 国民党智库副执行长林涛 连日指控罢免行动发起人 林茵茵的母亲 与民进党记录市议长 童子伟关系友好 不但po出林茵茵家人照片 更秀出去年童子伟 帮林茵茵母亲亲生影片 有非常非常紧密的关系 你根本没有办法摆脱 民进党介入这次罢粮的影子 等于是在你那些国民党的 那些网制要去揍搜我的母亲 罢粮行动不但蓝绿互杠 扯到隐私蓝营和罢粮团体间的战火 越少越旺 TVB的新闻高级 叶峰委陈日婷接入参考导 而民进党的派系 郑国会的茶壶风暴浮上台面了 今天郑国会一直声明 撤除了立委陈廷飞 将他除名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民进党要进行党职改选 所以这爆发了权力核心 党权力核心的中常委 其实陈廷飞已经当过两任了 那么根据相关的规定 其实是不能再争取参选 但是呢 因为他今年要布局台南市长的选举 所以积极争取中常委的位子 没想到就被郑国会给出名了 5号中午12点多 民进党立委陈廷飞首报文件 神色凝重的走进大楼里 前立委高志鹏也出席 因为其所属的派系郑国会 为了陈廷飞擅自登记 党职改选 要开会讨论是否除名 决议就是把他除名 救予很厚 救予快乐 这场会议 讨论近两小时 主导政国会的外交部长林家龙 及民进党秘书长林又昌 因身份敏感请假魏先生 至于陈廷飞在陈述完意见后 随即离去 因为有意走逐台南市长的陈廷飞 为确保一定有初选 坚持要参选中常委 那一直要希望就是说 一定要先给他当中常委这种承诺 就像中国说叫我们 一定要是属于他的一国 再来谈这样我们不能接受 中常委跟台南市长的争取是不等同 那他一直决一战 我们也就是他心想事成 如果因为我坚持选中常委 必须把我切割的话 那我也是没有办法 所以我还是坚持我要选中常委 我也愿意回归 这都没有问题 第二期原本就没有决定 确定除名后 陈廷飞第一时间脸书发声 直言坚持参选 也是希望能够多参与党务工作 协助赖主席推动国家发展的 未来大计 不知曾几何时这两样变成冲突 而郑国会的坚持 除名也传出跟赖主席的意思有关 强调两者无关联 只不过这回被除名的 还有自行登记的台北市议员陈宜君 及台中市议员何文海 郑国会大到一挥 所以只怕也砍断了原有两席 中常委的能量 TBS新闻 李国正 华柔 台北报道 T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 请订阅各配合 感谢观看